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生生不息第二季宝岛季即将来席 节目将于2月8日开启录制 这一季一共14个歌手参赛 内地台湾各7人聚集了老中青三代歌手 阵容颇有看点 在所有参赛歌手中 华晨宇的出现又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在网上公布的参赛歌手人气值排行榜上 华晨宇获得了4190票 虽然距离第一名马佳琪的8573票差了一大截 但比起其他歌手 他高出不少 说明他的人气依然旺盛 众所周知 华晨宇面临的争议一直很大 出道这么多年 享受了太多的鲜花和掌声 被粉丝捧得很高 然而作为创作型歌手的他 始终没有一首出圈的歌曲 演唱风格也不讨喜 属于典型的人红歌不红 因而要备受争议 尤其是华晨宇跟张碧晨的生子事件爆出后 其人气大幅度下降 现在他遭受的不仅是实力方面的争议 就连人品也遭到了大众质疑 这两年发展势头明显不如之前那么旺盛了 歌手当打支年的时候 华晨宇周深一同参赛 当时周深还是华晨宇的绿叶 不然拿歌王的就是周深而不是华晨宇了 然而经过几年的追逐 如今的周深基本上赶上华晨宇了 据说周深在2023年会被打造成为 内地歌谈星际一歌 而这个称号本来是留给华晨宇的 也就是说 经过这些年的暗中较量 周深基本上赶超了华晨宇 现在的周深已经成为各大晚会的常客 还第二次上了央视春晚 可华晨宇呢 自从快南夺冠后第二年上过一次央视春晚 这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被邀请过 这说明他没有得到央视的认可 华晨宇本来有机会成为内地歌谈星际一歌 但由于他面临的争议太大 又跟张碧晨闹出了生死事件 使其发展受到影响 如今的他跟周深比起来 无论哪方面都没有优势了 不过 别看华晨宇在内地乐谈逐渐走下坡路 但在台湾乐谈 他相当受重视 还被谭梅称为华神 评价之高 不言而喻 也难怪华晨宇不参加去年的港月季 要参加今年的宝岛季 香港乐谈对他可没有那么高的评价 参加宝岛季起码谭梅会偏向他 那么 对于华晨宇的发展现状 你有什么看法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